大家好 今天是9月8日 星期四 港股又再跌 今天是6年跌 其實9月份 踏入9月份之後 市是沒有升 差不多跌了1100點 由9月1日開始到現在 每天都跌 每天都跌 形勢都很頑皮 還有可以說 其實19,000點又不是什麼位置 只是之前的時間 市場都在19,000點 突然間有些反彈 大概19,000點 不過這次 真的失手了 而且成交量 仍然很低 然後反映大家 入市的意欲 都真的不高 真的很低 我想也可以解釋 大家 解釋一下 我想可以解讀一下 有些分化的情況 其實現在 好像大小的感覺 是兩下 而且你會看到分化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看到很多板塊股份 完全沒有好過 好像完全不會升 有些連跌股 一直跌下去 但是 相反 強的那批 其實你看到那批是不錯的 甚至乎 跌不下 跌也跌得不多 又或者跌完之後 然後第二天 立即有一個比較好的反彈 但是 這個現象 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呢 可以拉到一些騰訊的例子 或者是騰訊 加上比亞迪 有些股東減持 其實不止他們 這段時間 很多股份 被一些股東減持 騰訊 一定是 騰訊 加上比亞迪 一定是焦點 但是 先說回那個情況 為什麼會有些減持的情況 減持通常 一定被外界視為一個比較差的情況 因為減持 就是股東減持 大家都明白的 最清楚公司業務的 一定是股東 或者是一些創辦人 即我們說是減肥人 所以他們的一舉動 他們的真持 會被一個 叫做市場 解讀為一個正面的情況 又或者覺得 公司的業務又不差 所以他們會增持 減持就剛剛相反 可能看看公司的前景 又或者覺得 公司好像不太觸碰 減持 但是 近年 開始的情況 有點不同 因為 如果你問我 這些情況 基本上 又不一定 要看回 究竟 真持 減持 背後 有什麼原因 有時候 股東真持 其實未必 是一件好事 例如 它做了一些 動作 可能壓股 股價不能穿某些位 所以 有時候 股份 到某些位置 可能 突然要托著 價錢 有什麼動作 甚至 你可以說 珍持 有時候 是純粹做一些基本的事 例如 近日 我不開名 公司 不過你們已經猜到 有一隻 內房股 其實股東 不斷增持 每天都會增持 那麼 增持多少 100萬股 它真的好笑 因為它是珍持 要出通告 類似說 對公司的信心 可以有信心 所以要做一個珍持的動作 你聽下去 就好聽 但問題是 當你的股價 可能是一個多的時間 你珍持100萬股 只不過 是100萬左右 只是多一點 如果對於一些 很有錢的人來說 100萬這些就是垂子 所以 動作有時候做出來 就是有些為做而做 就是做一個樣子 但減持又是否等於差呢 如果 這段時間 有些公司減持 好像 這個叫做 復星 復星有狂減持持有股份 你看到很多A股的持股 有減持 近日減持 借復星醫藥 2196 和復星旅遊文化 減持 減持 減持有原因 是因為他要減債 他本身的債務比較重 所以 他在這半年左右的時間 不斷減債 所以不斷要把東西套現 減持 這樣 這些 你聽下去 起碼會比較合理 如果 例如股神 例如Nexper減持 Nexper減持 Nexper減持 因為他要錢 回到股份 股神減持 當然現在大家猜 在猜到什麼情況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通通 例如股神也好 或者是騰訊減持 我是想這個原因 我想起這個原因 就是雲觀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分析股份 即是分析一間企業 我們可能說 是公司本身 自己的狀況 這些可能比較微觀 比較micro 但是 如果假設轉差的話 都會影響住 一些公司的股息 例如什麼呢 例如說 假設我覺得 中國的經濟狀況 是轉差的 轉差的情況之下 可能我會覺得 將評級下調 例如 國家的評級 我當作A-B B 通常公司的評級 就不會高 國家的評級 可能 B以下 又或者 假設 如果覺得 公司 或者國家 經濟系統 會有機會 經濟活動 會慢了 所以可能 由GDP增長 是10 去到8 按道理 這些企業 的盈利 增速 都是因為這樣 會下調的 因為你的大環境 轉差了 變相之下 你的企業的盈利 都會下調 所以你說 現在 有些大媽撒 減持 中概股 中資股 或多或少 反映之後 他們會覺得 經濟狀況 內地方面 可能有機會轉差了 所以 就沽貨了 如果再拉下去的時間 就是 如果這樣 即是說 如果他們覺得 經濟狀況 一邊轉弱 他們會保持沽貨 而年代之下 股值 他們會下調 所以 這是一個循環 如果 假設他們不斷沽的時間 可能有股價 你會做好 可能有一刻 那些情況 開始好轉 他們可能第一 不沽 第二 才會買回 以基金上 部署上 就是這樣看的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 維交到股份 跌下去 廣告也是困難的 因為 很多的板塊 甚至乎 經濟的前景看法 是頑皮的 一般的 所以 連帶之下 令到股值 甚至乎 可能有些基金 要買貨 也會疾步 不會因為 你便宜了 而去買貨 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的前景 真的一般 有挑戰 然後就不買了 所以 除非有一刻 那些東西 可能慢慢看到 改善 可能資金 才會始終 部署 否則 現在市場 也會有困局 即是 即是 現在 我當你跌不多 也好 你不會好 可能還會乏回沉沉 所以 大前提 就是要先留意 經濟的狀況 什麼時候 有些改善 現在 我們真的 可能面對著疫情 有些挑戰 看看 如何處理 所以 大家都是 處於一個困局當中 都是要找機會 看看行不行 騰訊 剛剛叫我輕輕說一下 你也再說 多一點 其實今天 現在騰訊的股額 很大 你看它的股份 也很大 而且 它未試的時間 走勢就好像好一點 但是 似乎 跟自己回舊股份有關 看看 我有沒有猜錯 現在 因為我錄了這段影片的時間 它未出的 最新的 回舊股份 那個數 我覺得它今天 應該多 因為今天 其實我自己 因為今天比較有趣 我自己 因為今天 一朝早的時間 很勤力地做 很多事情 所以 下午反而 比較沒有太忙 因為騰訊這次的情況 我盯著它 那些販賣盤 盯著一會 後來 那些股額也很大 股額也很大 大家都知道 又搬了倉 有人搬了 1億9千萬股的 騰訊 鋁股 整個倉 不知道是否就是減股 但是 1億9千萬股的錢 是600億的 以往的時間 600億就不是 真的很多 因為要吃 消化的話 不難的 但是現時的市況 當大家想想 全入的成交 只有800億的時間 600億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你見騰訊一天的成交率 現在只是說 是60多億 對吧 那你說600億 你想想 都幾下 現在的市況之下 還要是本身 沒有好消息 所以 變成一個股額 只會越來越大 那 300元 這個位置 但是我相信是穿難的 看一下 多少時候穿難 除非突然之間 你可以說 我不做沽貨 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局面 會穿難的 所以大家 不要想著 還是再等下 才會比較好 那 講一下 油 煤 油輪股 大家可能見 它的價格跌下去 有些擔心 今天也回不少 這幾天也好像變得比較差 油股呢 油股呢 這幾天油價 油價加慢的時間 就跌得厲害 跌半至5 也同時 大家可能會有關注 經濟狀況的影響 因為大家會怕 內地可能用油的量 會少了 然後 會覺得 現在大家怕很多地方 會有機會衰退 但是 這是正常情況 意思是 假設有這個 單憂的話 油價 就是資源類 一定會跌 那情況 就像銅一樣 但是 為什麼油股 又會不一樣呢 油股呢 其實現在 大家問我的話 它也不關不關 這些 經濟活動市 也不關 現在是否衰不衰退市 基本上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如果你在俄羅斯那邊 就是這樣 俄羅斯供油 比全世界 是佔了一成 比重 你真的 你沒有它的產出 其實你要補一條數 你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大家 因為 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課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 其實 當蚵蚵自身爆發之後 其實 有些人 說過一件事 就是 其實 其實 如果你說全世界來計算的話 哪個地方的油 最多 就是 那個叫混藏論 大家可能猜不到 是委內瑞拉 這個地方是最多的 但是委內瑞拉的問題 就是 大家之前有的說法 就是 如果這樣計時 有否靠委內瑞拉 可能會多出一些油 希望靠它 可以彌補 俄羅斯那邊的產出 那個缺位 那個缺口 好了 原始就是這個想法 但是 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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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 其實是 在過去這20-20-30年的時間 也是被這個 美國制裁的 所以 它的石油 其實都是出口 是有些難度的 有些影響 其次 它的油的設備 其實是很落後的了 大家想想一下 就是 20-30年前 那些程度 所以 變成 它的產出 或者 效率 其實是極低的 而且 因為它的提煉方式很差 變相 就是 它很多的油的質素 是很低的 所以 如果你想想 我當現在 現在不行了 現在真的不行了 可能要 用它的油 即是 要出汤多些油 大家想想 你現在這一刻 是搞不好的 因為 很多的儀器 全部是舊的 你要再添資 另外 第一件事 就是要外國的公司 肯進來 幫你再推銷 一些東西 意思是 美國方面 不可以制裁 要鬆手 有鬆的 之前 那次 美國好像 給了 這個 出油 不知道幾十萬通 這樣 但是 那件事情 遠足夠近伙 我當你現在 給它 可能你跟 葦獨雅的朋友 你幫它 搞一些出口的東西 但是你試想想 俄羅斯依日公有的量 是一千萬通 一千萬通 我當你的需求量 減少也好 你想想 如果假設需求量 全球裡面 減少一成的話 其實就很誇張 也不會 這樣 所以你想想 當俄羅斯依日公有 之後 你減不了 而且能源危機 這件事 你不是說 經濟衰退 可以不用 就是那件事 我當你現在 工業不用 歐洲那邊 你也是要 要一些能源 幫你發電 去取暖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不擔心 如果你以油 和煤炭角度 其實不擔心 我覺得那個強勢 是還可以保持 你當現在 是這一下 少少的回調 油輪也是 油輪 其實也更加不關 油價跌 而影響到它的價 其實你當是一個 市場的行為 但是很明顯 現在就是說 油輪是不夠用的 所以這些價 你看到運動的價格 其實沒有回過 所以你沒有 這些 你當一下有沒有機會 去代替多少少的時間 加注 我其實打算加注 今天 因為今天 也是 暫時沒有心機 加注 所以只有看 所以 再等一會 我明天可能會加注 明天我會這樣做 明天又是星期五 我會看完 CCFI SCFI 的數 如果假設是壞 的話 我會把最後手的 3.6 都沽上去 然後 可能會換馬 買隻 1.300 這樣 所以先看看 大家都很關心 我的 MASA 其實 多謝大家的關心 不過 因為這一隻 我也花了一段時間 而且 坊間有很多 說法 就是說 你為什麼升這麼多 其實沒有 用回我之前的邏輯 就是說 路地方面 你經歷過現在 不夠電的情況之下 你會更加加快 一些電力 一些生產 可能要維護這些電力 生產的話 變相之下 你的電力的設備 不可或缺 而且之前 還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秋水速能概念 其實我們現在 原來 剛剛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這些項目 叫招標 或者批出來 所以 可能因為氣氛的支持之下 令到 謝媽媽3 謝1072 那幾天就打了 跟電力相關的股份 也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可能和這些因素 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 我不見大家高追 雖然我真的有課 和他升 我也很開心 但是其實 我很平常的心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你說那些股份升 我最主要是因為 那個心 那個滿足感 令自己開心 不是因為賺錢 當然賺錢也開心 但是那個滿足感 對於我來說 是更加之好 所以 其實我對現在 賺錢 蝕錢 已經練到自己 都好像很 很平淡 但是這個是個過程 當然 我也不想輸錢 我也不想是輸錢 平淡 而贏錢 平淡 那個 心情會好些 是的 但是 多謝大家的關心 希望 之後的時間 可以找另一隻 媽媽3 1072 我沒有貨 但是我相信 有些朋友 之前的時間 當你聽我說到 這些板塊 我覺得 大家有些朋友 會拿著貨 如果是 要恭喜大家 以及 先拿著 這些板塊 我覺得抽水出能力的概念 應該都 慢慢會有機會 成為一些新的 抽水概念 這樣 所以大家都是這樣 有貨就先拿著 如果有些很不錯的利潤 假設你說 1072 10元 10元以下買 那這些位置 就可以先考慮一下 那 你賺三成多 吃一吃糊 買些東西 哄自己開心 對不對 這樣 那 又說了一隻 1798 有朋友都說 今天 都很精神 我帶上來了 那 對 我想是 關於筆水的事 因為有些股份 現在筆水 有份參與之後 就真的升得很誇張 那 但是 而且這隻本身 本身也是 可能是封電 一些 新能源概念 這樣炒上來 不過這些 又是見好就收 小心點 這隻其實 挺難玩的 你問我這隻 其實挺難玩的 挺有看的 所以 變成這些 大家自己 要小心點 這樣 最後 有朋友 問一隻 美股的 LUCID 這一隻 這一隻 是甚麼來的呢 是電動車 新能源車 那一隻 不過好像是貨車 曾經很多人關注 這隻 曾經都好像炒得很厲害 但我想說 他呢 其實 因為 家公司很混亂 所以之前 都換了一大批管理層 令大家覺得他亂上加亂 所以 你見他的股價 都是一般的 和 你如果 好像 買電動車的話 都是我一句 你是買EOMASK 其他的 不建議買 你看我這一陣子 說了一些新能源車 我都說 健身很大 所以 他的利潤都很低 不保持住 這樣 對 在這個情況 所以 這一隻 也不建議大家考慮 不建議大家考慮 不建議大家考慮 不論你 EOMASK TESLA也好 我都不買 我不買EOMASK 因為 當然 EOMASK 他最新的那些 講話 例如說 Twitter 不是Twitter 原因 是因為 他本身說 害怕 Ware War 3 當然 你說 打仗 你講多人說 打仗 不能說 但是 反映 這個人 都比較 純粹 態度 想法 都挺有趣 我比較忌諱 這些管理層 所以 TESLA也好 這隻也好 不建議大家考慮 這樣 好了 今天暫時 先講到這麼多 大家有問題 歡迎再留言給我 大家也可以留言多些 有什麼固分 可以問我多些 OK的 因為 老實 我也想再研究多些板塊 現在我想迫自己 研究多些板塊 是真的研究 不是純粹 好像很表面那些東西 所以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